呃 大家好 那么到目前为止呢 就说这个基本的知识呢 也差不多讲完了 然后呢我们现在啊 也会去看这个股票软件的 就说看这个股票 然后呢就说我们啊 也知道我们现在目前 能买卖的一些股票 是哪些啊 就是这个护身一股 还有这些创业办什么的 大家都清楚了 然后呢也会啊 简单的看这个股票的一个趋势 比方说这个上涨趋势 下跌趋势 包括这个支撑 还有这个压力突破跌破啊 前面的话都已经讲过了 还有就是说前面的话 也讲过这个用模拟盘 来去买股票啊 就说也给大家展示了 大家应该都会了 就说基本的股票知识都会了 然后现在比方说 你想去买一只股票啊 你自己也是可以去买的啊 那么这样的一个啊 学习 大家基本上都能了解了 好的 那么现在的话呢 最关键的啊 就是如何选股票 这是最重要的 就是这个选股票的话呢 非常重要啊 选股票的方法是有很多的 包括啊 大家以后学习啊 这个中级 还有这个高级课程 等一些内容 其实都是为了啊 我们选出啊 好股票啊 做准备的啊 就是说你学习 主要是为了选出啊 一只好股票 有这个上涨潜力的股票 对吧 选出来 我们去操作啊 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好的 那么目前的话呢 这个选股票的话呢 有很多方法 比方说第一个 就是说这个基本面选股 就说主要是根据这个股票 K线图的一个走势啊 来选股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软件啊 啊 那比方说我们随便看一只 比方说这个黑毛股份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K线图啊 点开之后 我们就说这个啊 键板上面的一个向下的一个键 缩小一下啊 我们会发现啊 它这个走势的话呢 基本面啊 这个这个K线图 就是它的一个啊 基本面 就是说这个基本面还可以 你看上涨下跌上涨下跌上涨下跌 对吧 就是这个基本面啊 也可以根据一些股票 就是一个良好的一个基本面 来进行一个选股啊 这是第一种 让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的话呢 就是第二种 就是说这个热点题材选股 就是说根据目前啊 这个市场行情的热点板块来选 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一下 那比方说现在啊 比如说我们看的这个五级啊 你就打这个五级 比方说这个是指数啊 这个的话是五级的一个指数 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这个手机信号 对不对 对吧 它属于一个板块 对吧 因为这几天的话 这个大板行情不好 基本上很多板块都是低的啊 还有的话 比方说我们再看一下啊 无人驾驶 那么这些的话 我们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地方 我打的是这个无人驾驶的一个手批 然后这边的话是出了一个概念指数啊 这个是指数 它并不是可以去买卖的股票啊 就是它是包含 因为有很多股票都是做这个无人驾驶的 那么它综合起来就成了这样的一个指数 对吧 我们就可以去看这个指数 好 我们看一下 无人驾驶 对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K线图 对吧 那么这些的话 它都是属于板块 那么就是说啊 一些比方说当前一些热点的一些板块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去关注它通过这个热点板块去选一些股票啊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再回来看一下 这是第二点 就是一个是基本面 一个是热点这个题材选股 然后第三点就是这个啊 事件啊 突发选股 是根据这个突发的情况 显出对应的股票 好 我们看一下 比方说啊 就说这个啊 就说这个疫情吧 就说2019年年底 对不对 就开始啊 有了 然后2020年初 对吧 比方说一样啊 它就主要是一样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生物一样 对吧 我们看一下啊 我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大家来看一下啊 生物一样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那个K线 对吧 我们缩小看一下 那么它是 我们看一下 它 这样的时候啊 你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是2019年12月份 对吧 这个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 当时的话就有一点移动 对吧 就说这个疫情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截图啊 截图 对吧 就是这个地方 2019年12月份 对吧 那么这边的话呢 就这个一样开始的话呢 就是在启动了 对不对 然后的话 到什么时候结束的呢 大概到这个2020年8月份啊 开始就慢慢啊 回落了啊 这是突发事件 就是说这个一样 包括这个红外线 就是说平时这个量体温的 对不对 当时的话 从这个疫情到啊 2020年啊 上半年 就是这些股票的话呢 涨势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就是这些板块的一些股票啊 这个的话呢 就主要是这些事件突发选股啊 有一些特殊情况啊 它会有利于一些股票 因为你一样对不对 大家都要啊 用这些药 包括一些红外红外线啊 就是包括这个量体温的 对用的这些东西 还有包括一些口罩啊 就是这一方面的股票 涨得都非常不错啊 当时啊 这是这几点 那么等等 还有很多的这个方法啊 那么这所有的方法啊 其实你不管是用什么方法 我们最终的目的目的啊 就是要选出这个好股票 然后买入对吧 就是选出好股票买入对吧 等它涨 呃 然后 目前的话呢 这个基础课程的话呢 已经是讲完了 然后基本上大家啊 基本之是都会了 呃 然后后面的话呢 就是说我后面的话呢 有这个中级 还有这个高级课程 那么后面的课程的话呢 那就更深层次一点 那么这边的话 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只是了解的是一个 最基础的一些基本知识 那么其实的话呢 在这个股市当中啊 它其实啊 有很多这个散户啊 大部分有散户 还有里面有很多这个主力啊 那么主力的话呢 它就是里面的话呢 就是在一只股票里面 它持有啊 很多的这个筹码啊 就是它持有很多 那么它是主力 对吧 其实啊 主力的话呢 它是就是来收割这些散户的 所以说散户啊 就是说想要在这个股市里面赚钱 那么你就要去了解啊 主力啊 它在这个股市里面 就是它在这个股票里面的操作 它是如何去建仓的 它是如何去洗盘的 对吧 如何去拉伸的 所以说你只要了解了就是主力的一些操作的手法 对吧 那么你看得出来主力在做什么 对不对 那么它在洗盘的时候 对吧 你不要怕 对吧 你就持有 那么它在拉伸的时候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你就要去 对吧 拉伸的时候要持有股票 包括它拉伸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对吧 然后它做出一些假象 还在继续的又多 其实你以为它还会涨 但是的话呢 这个时候其实主力的出货 那么主力的话呢 在出货的时候 你还以为它还要拉伸 这个时候你还疯狂的去买入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主力都已经在出货了 你还在去买入 那么主力把货出完之后 那么基本上你这只股票就会一直往下面跌了 那么就是所以说 有很多这个散户 如果说没有学这个技术 在以后的炒股过程当中 当它买入一只股票之后 这只股票就不停的跌 当它把这只股票一卖出去 然后这只股票就开始上涨了 就会碰到这样一些情况 那么这所有情况 源自于就是散户 你自己没有去了解 这个主力的一个意图 你们也了解它这个主力的意图 所以说后面的中级 还有这个高级的课程 主要是围绕主力的操作手法 进行讲解的 我们只要在这个股市当中 了解了我们的对手的操作手法 这就是所谓的知己知彼 你知道它在干什么 那么你该做什么操作 如何去应对 这就是我以后再学习 这个高级课程要学的内容了 然后的话 这个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就是有不清楚的话 在公众号上面的话 刘文言也是可以的 那么基础课程就讲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感谢大家的观看